哈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就是想要做一个Vlog 因为最近压力有比较大 然后我就把自己的 就是做的美甲都扣掉了 所以我昨天就 粘了这个超级无敌长的 一个穿带甲 你看,就是很长 就是它是比我平时弄的都还要长 你看 可是就是很漂亮,之前 做了这个穿带甲过后呢 我就一直没有直接用到它 因为它真的是太长 可是因为我明天就要去做美甲 所以我今天就 来粘一下 就看一下这样长的美甲到底 一天的生活 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就敬请期待看一下吧 我们现在就来擦面吧 先试个头 这些 应该都不会太难 我只感觉到那个指甲就在我的脸上滑过 我觉得最难的是面爽 不过我已经 有唱指甲习惯的 所以我就是用这样子来扣 就OK了 我就快速去护肤科完整 我现在赶时间 等下再告诉你们吧 想要给你们科普一下呢 其实我本身是觉得 穿带甲也OK 比起去那种美甲 但是前提是你的本甲 就是你的原本那个指甲的长度 一定要是够长 或者是你可能选一个 比较短 因为我指甲本来就是很小又很短 所以基本上我用了很多穿带甲 如果它稍微长一点就很容易掉 或者是 其实基本上来讲 什么样的穿带甲在我手上都不会太难 因为我指甲实在是太小 所以它那个 它的那个脚的那个地方就会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很难耐得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给你们科普一下 关于穿带甲 我觉得如果你们指甲是偏大 或者是长 或者是硬的话呢 穿带甲是 我觉得是很方便 比起传统美甲 因为 你可以每一次就是 就是根据你的心情来换美甲 就是觉得这个指甲哪 什么都好看 你看 你看白色的 等一下 OK 你看 是不是 感觉什么颜色都很高 看啦 你喜欢吗这个 看啦 嗯 嗯 嗯 可是这个长度的指甲 基本上是不可能打到指的 给你们看 它根本就是 它是非常的难打到指 因为 它这个弧度是有点 往下 看到吗 就是有点往下 然后就一直敲到 你的这个屏幕 所以我要用这一边 来打指 是非常困难的 我觉得 所以我有时候就是 懒度的时候 就是用这边这样子来打 这个也是比较方便一点 好 这个打指真的是 几乎不可能 就是 漂亮 你们是比较喜欢白色还是黑色呢 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吧 这是声音真是脑 听看点 哼 我觉得大概可能长出一个这样子 这边吧 就ok 如果你想要 就是 让 指甲更先长 我觉得多一点点 是ok的 可是如果现在这样长的话 其实是很容易 掉 嗯 而且它也会非常的不稳 就基本上 嗯 有这么长的指甲 我是 搬不到任何东西 然后可能这种简单的开瓶盖 的时候会 很 你看这边就是一直会 还蛮 麻烦 然后刚刚就想要搬一些可能 纸带之类的东西 你就很怕它 掉 嗯 就是会很麻烦 好嘞 今天这个 超级长的穿戴甲的一天体验了 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来简单做个总结 我觉得有这样长的指甲是 极度的不方便 因为 就是我会怕它断掉 所以可能我会比一般更小心 就我觉得 真的是太长了 我觉得太难去整理 就好像很简单的 可能穿衣啊 穿裤子啊 呃 尤其是我的牙套 我要戴上戴下的时候 其实都是很难 然后筷子也是不容易拿的 我觉得美是很美 可是真的是太不切实际 也很难用到 这个指甲 电话是我觉得最讨厌 最生气 就是按电话 我连电脑我都很难打 就之前我指甲再长都好 我也不会去到这个长度 所以今天基本上来讲 我按电话或者是 我用电脑做东西的时候呢 都是很麻烦 就连我连抓相机 要转一下那个相机的扣 之类的都是非常的麻烦 然后就是你要特别的小心吧 好了今天这个Vlog 就是这么的简短 然后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吧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 如果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赞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拜拜